原标题 刘冲杀害晋朝两位皇帝 屠戮数十万百姓亡国后其子孙结局如何 文革瓦拉同志在五乎乱华期间 首先举起反叛西晋大旗的 是匈奴首领刘渊创建的汉赵政权前期称汉 后期改称赵 而完成灭尽大业的 则是他的儿子刘冲 作为匈奴名将 刘冲以文武全才 毛略深远著称 不仅辅佐父亲起兵建国 还两次率军进攻洛阳 屡次重创进军 荣家四年三百一十年 刘冲是沙兄长刘和后成帝 并再次大举进攻西晋 刘冲杀害晋朝两位皇帝 图怒数十万百姓 就在汉赵暂停对洛阳围攻的这段时间里 西晋全臣 东海王司马 越再次专注于排除一击 挟持皇帝 从而严重影响到内部团结 给匈奴再次进攻提供良机 永家五年三百一十一年 刘冲在查治晋朝的政行后 便派大将刘耀 石勒 王弥等人进攻洛阳 司马越文训后 率主力进行抵御 并囤军于巷城 但不久 便暴病而死 司马越死后 随同出征的太魏王衍 决定率部中逃往江东避难 结果在宁平城遭到石勒的攻击 在这场战役中 晋军大败亏数 包括襄阳王司马范 太魏王衍在内的宗士 宫卿们全部被杀 连同遇难的士兵 平民 宗既有十余万人死于非命 乐以其为而设之 相见如山 王公是数死者十余万 见晋书卷五十九 宁平城的惨败 让晋军主力尽失 朝廷再也不能组织起 有效的防御 同年六月 洛阳伦县 晋怀地被俘 而刘耀等人 依照刘聪先前的旨意 开始在城中 大肆劫掠并土城 经此浩劫 包括太子司马全在内的 皇室城人 及大批公卿大臣 连同士兵及平民遇害者 人数超过三万人 一时之间 洛阳城内外整海遍野 宛若人间地狱 市民死者三万余人 建资质通建卷八十七 晋怀地被俘后遭受羞辱 最终被毒死 刘聪复或晋怀地 后 起初对他甚是忧待 但不久后便对他进行羞辱 每每把他当作仆人使唤 在酒席宴间负责针灸 侍奉客人 当时在场的晋朝旧臣看到后 全都豪哭不已 令刘聪很反感 勇家七年三百一十三年 晋怀地被镇杀 年仅三十岁 晋怀地遇难后 刘聪又命刘耀等人进军关中 意图消灭困守长安的晋敏帝司马业 由于关中手被薄弱 导致小朝廷根本无力抵御 建兴四年三百一十六年八月 由要率军包围长安 断绝其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在这种局面下 城中发生严重的饥荒 大半居民因此恶死 人识人的现象随之发生 京师极慎 弥斗金二两 人相识 死者太半 见晋书眷武 遇难者的数量不下数万 晋敏帝屡遭羞辱 最终被杀害敏帝自知走投无路 便在当年十一月帝交投墙书 随即被敌军押往平阳 跟书父晋怀地相比 敏帝的遭遇更加凄惨 不仅要充当过 刘聪狩猎队伍的前岛 在宴会上从事杂役工作 还要服侍他上厕所 让晋朝遗尘看到后 同样痛哭不止 建兴五年十二月 三百一十八年二月 晋敏帝被刘聪杀害 年仅十八岁 随着晋敏帝的遇难 帝国仅五十三年的西建灭亡 在刘聪之前 无论是魏文帝还是晋武帝 在如何处置王国军问题上 从来都是采取优待的政策 不仅赐予他们世袭的封号 领帝 还特许他们建立宗庙 使用天子经旗 保留自己的年号 然而刘聪在俘获晋朝两位皇帝后 却悍然打破惯例 不仅对他们进行羞辱 还公然残杀他们 开心朝皇帝 谋害旧朝王国之君的恶力 尽准担权称王后 将刘聪的子孙后代灭族 正所谓始作俑者 其无后护 刘聪一旦开启恶力 那么等到他的帝国灭亡后 其子孙也难免会遭遇屠戮 刘聪在杀害晋敏帝的童年病死 太子刘聪即位 是为汉赵隐帝 刘聪在位期间沉眠酒色 丹于尤勒 不仅诛杀忠心皇室的大臣 宗室 并且将军国大使全权委托给岳父 兼臣尽润决断 由此给后者篡位提供良机 东晋太兴元年三百一十八年八月 尽准率军入宫试杀刘探 并逮捕所有的皇室成员 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斩杀 与此同时 尽准又下令挖掘刘冤 刘聪的陵墨 斩断刘聪的尸身 并焚毁刘士宗庙 刘士男女 吴少长接斩东士 发永光 宣光二陵 斩聪施 焚起宗庙 建资至通建院九十 场面极其惨烈 刘耀平定叛乱后 改国号为赵晋准士杀刘策后 自立为汉天王 并派人向东进称臣 就在此时 镇守长安的宗师大将 刘耀文训后起兵逃逆 并被推举为皇帝 此年 晋准因屡战屡败 被唐帝晋明所杀 首级被献给刘耀 叛乱至此平定 刘耀平息动乱后 诸灭尽准 晋明家三族 然后迁都长安 并改国号为赵 史称前赵 史料来源 晋书 十六国春秋 资质通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